我覺得走這件事 真的會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小小的關係 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 大家好 我們是無名士的創辦人 我是Jeremy 我是Nick 我覺得走這件事 可能會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小小的關係 有小小微妙的一個 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 可能大家本身是很緊張的 可能大家喝一杯之後 可能大家的泡泡的作用是很大的 好像我第一次跟Nick 他真的去談這個項目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喝了一杯酒 而突然間很隨便說一些東西 當然你也要去實行 但如果沒有那一下的話 就更加不能實行 所以我覺得是 有些微妙的東西 是帶動了出來 在酒的世界裏面 主要來說 就是因為我跟Nick 本身很小就認識 我們認識了二十多年 有一次接觸的時候 就是17年4月 那次Nick剛離開了他的工作 大家在喝酒喝水時 就問究竟有甚麼好做呢 那時發現香港有很多手工啤酒廠 但沒有蒸餾酒廠 但其實我們本身是很喜歡喝酒 我們發覺沒有手工蒸餾酒廠 究竟其實可不可以在香港 那裏真的去開一間呢 你知道有時候喝了酒 就喜歡多點聯想 那樣東西就放在我們的腦海裏面 之後就說不如試試看 價不價點 無論是牌照 地方 之後就發覺原來都做得到 不過有些難度而已 之後我們就去了蘇格蘭那裏打工 去學做酒酒 發覺原來我們都認識 可以營運到一個酒廠 發現了無論在不同的層面上 就著手去做 這個名字是由它英文名字出來的 英文名字是NIP 為甚麼叫NIP NIP是Stand for Not Important Person 其實就是VIP的商品 我們都是想透過我們這個品牌 去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其實你不需要是一個VIP 或者不需要任何的背景 好像我和Jeremy 我們都沒有這個 Beverage 或者做酒的背景 但是我們深信就是 總之你肯踏出第一步 肯持之行 有信念去做的話 你都可以做到你自己覺得值得做的事 另一個層面來說 當然香港亦都可能是一個無名事 或者一個NIP 在說製酒方面 你說起煎酒的話 當然你會提到在美國 有歐洲、澳洲、日本 甚至乎現在台灣 但是我們是深信 我們亦都想打破這個括弧 想告訴你 住在香港的人之好 或者國際性的人之好 香港亦都可以做到一枝高質素的煎酒 其實我們做煎酒的原因 第一 其實我和Jeremy 本身很喜歡喝煎酒 其實很久之前 我們亦都發覺了 煎酒的可塑性非常高 除了它本身的味道好喝之外 它亦都可以用來做很多不同的雞尾酒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飲法 大部份的飲法都非常清新 我們覺得這款酒類是非常有潛質的 尤其是在香港這個市場上 香港煎酒亦都不能夠算是一個主流的飲品 我們說起喝酒的時候 大部份時間都會說是啤酒、紅白酒、Sake、威士忌 我們覺得煎酒既然它本身風格也比較清新 是比較適合香港的氣候 另外也是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煎酒真的喝很多 我們真的很喜歡喝煎酒 因為我們在開始這個項目之前 我們家裡有超過一百個標籤 我們可能有幾十個標籤 去到每個國家我們都會儲存不同的雞尾酒 拿一些回來 材料來說我們其實都是靠試出來 因為老實說我們想做的雞尾酒 都是一個傳統一點的Dry Gin 但是當你帶有少許香港元素在裡面 我們不想香港的元素會很重 令它喝下去的時候已經不像一個雞尾酒 我們希望大家喝下去都是一個雞尾酒 但是敷一口氣的時候就可以達到有少許香港元素 其實我們現在採用的茶葉有兩款 有龍井、有壽味、有桂花、有陳皮、有杞子、有新鮮的雪梨、有生薑 這些都是屬於香港的元素 做酒的過程要多久可以做到一次 大概9至10個小時 當然就包括事前的準備功夫 事前一天開始準備 第二天就開始做正樓 之後我們就要做清潔 加上一天一半的時間去做 一拿酒 做完之後也不是馬上可以入瓶或喝 因為我們無求要令酒裏的不同元素 包括水、草本走出來的油、味道、酒精 要有時間去融合 所以我會放時間去把產品放到儲存的儲罐裡面 會放在大約1至1個半月 令我喝出來的效果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比較順滑的口感 喝下去就不會很接近 很抗後的感覺 我以前是律師 做律師的時期 令我接觸了很多不同的酒類 尤其是雞尾酒 令我愛上了煎酒 因為我之前不喝煎酒 我去喝啤酒的朋友 就是為自己的食物 但有一天去喝雞尾酒的時候 就發現雞尾酒是可以這麼多玩法 或者這麼多元化 所以令我去看多些關於雞尾酒的資訊 去自己學怎樣做雞尾酒 而我最喜歡去做的雞尾酒 也是用煎酒去做的 其實是帶動了我對煎酒的熱情 亦都令我們去做這件事 過程度上 之前是做品牌顧問的 會有品牌嗎 都不是的 很多事情都一起做 很難一個人想到全部東西 其實整個項目都是兩個人 所以大家去做一件事 就要一起去做 還有很多事情都要尊重大家 很多事情都要拿大家的意 我們不是只想掛念Made in Hong Kong的一件事 香港的政策上 其實是沒有怎樣幫助制造業的 是一個很食微的行業 如果你不把自己的本業去做好 而純粹掛念香港的名字 Made in Hong Kong去做的話 其實都不會做得好 都不會做得成功 我們正式來說 我們12月正式營運 然後1月就開始爆第一波 所以我們未見過什麼叫最好 也都不知道什麼叫最差 有影響的 但我相信 因為這段時間 譬如第三波爆發的時候 其實酒吧餐廳很多都不准開 那也是我們其中一個零件 就是生意的零件 因為我們都有供應給他們 但現在他們不會拿貨 我們主要會供應給零售 即一支支購買 我們會專注於那邊多一點 現在就希望過了這一陣 希望那些東西開通的時候 就可以在餐廳和酒吧 會更加進入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捱入過這段時間 真的很辛苦 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把GIN這個界別 可以一起做大去 其實GIN大家一定聽過 我想也有很多人喝過 可能未必是最好的印象 我猜有時候可能以前喝過的 但是我們希望的就是 大家去認識一下手工GIN 即CraftGIN這件事 可以給一點點耐性和心機 去慢慢品嘗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做這個品牌的時候 都有想過 可不可以一次過做幾隻呢 這樣我們最後就決定了不好的 因為我們始終做我們第一個 即是叫我們叫Core Range 即是我們現在這一支酒的時候 我們會有想帶出的一個味道 就是我們所說的比較傳統一點 帶一些香港元素的一個味道 我們就不想分淡了這個味道 因為我們想大家認識這個品牌的時候 就記住這個味道 當我們穩固了我們的基礎之後 可能我們就會再去想 怎樣去做一些特別一點的味道 給大家去試一下 他一步一步去上去 不想一次過推出來 反而分薄了我們自己本身的品牌 味道那些東西 這就是我們想做的方向 E 有 有 有